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个课题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从南洋商报那里来的 据说南洋商报从一位马华中委那边得知一个消息 几天前马华中委会曾经开了一个4个小时半的会议 里面就列出了10个重点选区 10个重点选区他们分别派了10位协调员进驻这10个重点选区 然后要经营 经营什么经营下一届大选 OK 所以这个新闻呢 当然他目前还只是小到小夕了 马华还没有正式公开 不过我觉得马华也应该不会公开 因为这个东西公开到来是有点丢脸 我后面再跟大家讲他怎样丢脸 OK 说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马华的人士听到这边应该会跳起来骂我 马华的事关你什么事 OK 马华事的确 你说关我事也说不关我事 为什么 马华全名叫什么 马华工会 再全名是什么 马来西亚华人工会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政党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吗 我是吧 OK 关我事吗 关 OK 相反的我倒想问你们 火箭才真的是不关你们的事 你们又没骂这样说 OK 这是题外话 OK 我说一下 刚才我说这个新闻其实不可能公开了 因为有点丢脸 为什么 你们注意看一下这10个 重点选须是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10个重点选须 这10个重点选须呢 它有什么 有ITAM 有 DANJONGBI LABIS LAUP DANJONG MARIM ARO GAJA 阿洛斯塔 比利巴拉 一大堆 你们看这些重点选须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想到吗 给你们3秒想 1 2 3 他们有个共同点 这10个选须没有一个是华人选须 全部都是马来选须 有些最多是混合选须 没有一个是纯华人选须 全部都是马来人 4.50%以上的 OK 所以我就说丢脸就丢脸在这里 马华人应该是不可能公开这个新闻的 因为 他不可能公开跟全世界讲 我们10个重点经营的选须全部都是 不是华人选须 全部都是马来选须 这就等于你们已经公开默认 你们已经放弃了那些华人选须 然后你们只是专攻那些马来选须 会胜的选须 为什么马华会把这10个列为 重点选须 因为他们胜算比较大 让你们再想回去为什么他们胜算比较大 因为华人少 马来人多 你想一下 你是马华工会你是代表华人的政党 你们竟然 不放弃了华人选须 然后你们去专攻马来选须 我也不知道怎样讲 大家有很多想象空间 OK 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什么 OK 你们认为这些10个马来选须胜算大 为什么胜算大 因为巫统会给你马来票 因为巫统给你马来票 就凭这一点 马华的命脉 命门 就被巫统掌握在手中 巫统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叫你走你不敢爬 叫你爬你不敢走 所以马华有今天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完全是这个因素吧 没有第二个因素 还有第二点就是 OK 巫统叫马来人投票给马华 当然 马来人也不是 全部都是巫统的傀儡 巫统叫他们做梦 马来人也是心甘情愿投马华的 这里你们应该要想一下 为什么马来人这么喜欢马华 为什么 马来人认为马华是非常安全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点你们要思考一下 其实这一点比巫统那个因素更加恐怖 马华60年来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是没有原因 完全是有原因 OK 我讲完这些 这个十个 重点经营的选区 全部是马来选区 为什么 没有华人选区 华人选区 你们是放弃了吗 这个问题我等你们回答了 OK 所以我看了这个名单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蛮惊讶的 就是 为什么这十个名单里面我没有看到 我们的总会长 韦家祥 然后他的 Idam是放上了林田顺 韦家祥去哪里了 我心里面还爽一下 韦家祥是不是真的如我之前所说 真的来鼓来的 来鼓来的话 我高兴了 OK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完全表达我的心声 就是我的心声 如果你来鼓来的话 不过我跟你讲 老师说 韦家祥身为马化总会长 他来鼓来是绝对合情合理 为什么我说合情合理 因为 我说 不过华人那个就是鼓来 OK 当然他身为 马化总会长 也是楼佛舟马化主席 他去打 华人最多的鼓来 绝对是合情合理 对不对 啊 啊 而且啊 你也不能讲我是强了走男 哎 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黄家定他最后一任国会员是在哪里 就是在鼓来 他当时也是马化总会长哦 王家定是马化总会长 他敢打鼓来 你不敢打 啊 啊 还不要忘记了很多年前有个李三春也敢去打扶龙哦 啊 哈哈 哈哈 OK啦 这些历史我跟你讲完了啦 啊 所以我是蛮期待 未经常真的来过来过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来啦 讲爽了啦 啊 其实为什么不来呢 来比较好啦 OK 我再说一点啦 就是 这个 奖是10个你们重点经营的选区啦 全部都是马来选区啦 我始终还是认为啦 我预测啦 大选还有两年两年后就是大选 这些马来选区啊 我觉得啦 巫统啊 应该过多过少会收回去一些 最少收回去5个 最少收回去5个 10个里面最少收回去5个 你当巫统傻了咩 巫统现在还要跟土团 回教党分一席 他们自己都不够分他还要reserve这些 马来选区给你们马化 啊我想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吧 啊 啊 我觉得怎样都会收回去几个已经开到生了 起码 当中BI跟当中马林 这两个当中都一定要收回去的了啊 还有其他我觉得也是会收回去的 我们看着来了啊 啊 还有 马化本来都是应该去打华人选区 去打华人选区 啊 啊 到时候我们看到到时候还剩多少个啦我看你还一当都会被收回去 啊 OK 所以 我们就 拭目以待吧 我今天讲的话也是已经够多了啊 里面我虽然是简单几句话那里面的内容已经是非常充实了 啊 很多点值的人们去思考啊为什么这样 应该要怎样 啊 OK 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OK我希望我们的马化总会长有一些香真的是可以来鼓来 啊 OK 感谢大家 谢拜